很多人是快乐不起来 他们宁愿单身一辈子自己过都不愿意结婚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四十来岁了还一直单身着 他说一个人过啊挺好 那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相信他这是话不由衷 不得以自己安慰自己的一种说法罢了 哪有人喜欢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过的呢 那不光是我这个朋友喜欢单身过 我们再看看一线城市的这些大龄青年 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的人也大有人在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那是因为现在人们婚真的是结不起 个人面临的经济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梁洪达说男人再怎么顶天立地 在经济面前你都不得不低头 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有钱汉子男 那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花钱月下 看着电影吃着包米花还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谈到结婚的问题时就马上变年了 那因为房子就是其中一项要面对现实的大难题 你拿什么来结婚呢 很多人说是账目凉抬高了房价 你不买房叫我女儿和你过什么呢 你们住哪里呢 女人说离开面包的爱情啊那都是耍流氓 所以呢我们为了不耍流氓的爱情顶着巨大的压力去买房买车来结婚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现在即使在一个三四线的城市 我们买一套住房也得要一百来万 那就算我们一个月一万元的工资不吃不喝 我们也要工作十年才能买得起 那年轻人哪里有这么多钱来买房呢 那于是啃老族啊就出来了 只能动用父母的养老钱来买房 而且还只能付个首付 付了首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里 我们都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为谁都不能保证三十年时间 我们会一直赚到钱去月供 如果中途断供了 不好意思银行就要收房了 那结果我们连住的地方又没有了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一谈到结婚都会恐婚 那其实婚姻不是败给了爱情 而是败给了现实 其次好不容易结了婚的朋友 房子总算是有了 但是车还是没有呢 那小两口一商量 人家都有车 那我们也买个车呗 那这样才算是有车有房一组吗 那于是再月供买台车 那这样一个月下来 不吃不喝光还银行的贷款 就要万八块钱 那再加上生孩子以后的来分钱 一算啊要一万好几 那即使你有一定的技能 能拿到一万以上的工资 那也是过得紧巴巴的 那如果中途你再出现跳槽 下岗 那就只能动用信用卡来度日了 负债也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现在人们的负债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你随便拉一个人出来 都是欠几十万的外债 婚姻啊就是走完了花钱月下的浪漫 步入了柴米油盐的现实 那随着他们买房买车等一系列超前的消费 而让自己的经济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那双方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争吵不断 烦恼不断 人们啊永远的都快乐不起来 不是说嘛 钱能解决99%的问题 你所有的烦恼啊都是因为你没有钱而导致的 那不相信听到这里 你的心里面肯定就是在想钱的事 那现在很多人都过得不快乐 他们宁愿啊自己打光棍也不愿意结婚 那因为一个人生活没有压力 而一旦结婚了以后压力啊就会分支踏来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你觉得现在人们过得不快乐 是败给了生活还是败给了现实呢 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